我们大力看起来老实霸娇的 这家人看来真是走破屋 要不然也不能到个公司这儿来 你说这张老辉也太过分了 他就不会说句同情的话 情主主平时和大家处得都不错 不然咱们都表示表示捐点钱 捐多捐少都是一份心意 生活都不容易 能帮咱就帮点呗 是楚楚的姨妈跟表哥吧 大妹子 你是 我是楚楚的邻居 大妈 是不是还没吃午饭呢 儿子 咱们喝口睡去吧 大妈 咱不能走 咱们走了她们不是更得意了吗 大兄弟 你不能让大妈这么又累又饿的呀 咱们先吃了饭再说 好人呐 好人 你是好人呐 大妈 你快别难过了 先吃吧 吃饱了 咱有力气跟他们去要钱去 大妹子 谢谢你啊 哎呀 你信什么呀 又不能请你们吃点好的 这已经就很好了 快吃吧 是啊 是啊 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 大妹子 你也在保险公司上班呢 我是公司的保洁 我这份工作还是楚楚介绍的呢 我们家楚楚啊 是个好姑娘 要怪呢 就怪那横路上的条文 我就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到现在 不把钱赔给我们 就是凭什么呀 那凭什么知情心主 就不算第三者呢 大妹子 大妹子 不瞒你说 我们被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 为了给我老头子治病 我们是欠了一笔我债 我们一家老小 还等着吃饭呢 我想 我们为了买这份保险 也付出了不少的钱 你不管怎么着 到最后总得给点吧 可是我好话说尽呢 那个姓张的经理 不把我们当人看 那心哪儿 比那石头还硬啊 他让两个保安看着我们 把我们当贼呀 他压根就没拿我们当人看 我老大叫 您别伤心 也许这个 我能把你们好过来 真的 就凭你 小伙子 你多大 那家保险公司的人都横得很啊 就是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魏 魏武阳 我是地平县公司楼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听你们考音 庆贺见的吧 是啊 我也是从来出来的 但是同乡 大妈 你们算遇到贵人了 他是专门替人打官司的 他要想帮你们 你们的赔偿肯定有希望 大兄弟 我们真是遇到活骨子了 大娘给你贵心 别别 您坐 您坐 还是自己的 别客气 别客气 那快坐 那快坐 好 好 谢谢 大哥您也坐 坐 坐 大娘坐 坐 坐 哎呀 咱们有救了 你们先别着急啊 大哥 我刚才听你们谈话 我猜到他干 是不是您家有人出了车祸 而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是 您把具体情况给我讲一下 那天我跟我爸开车去拉货 车开到半路就听到一声闷响 那车就不走了 我爸就下车去检查轮胎 谁知连日下雨那路基都被掏空了 那车突然就向一边翻倒了 我爸就慌慌地被压在下面了 您别激动 别激动啊 阿姨别激动 好 大哥 根地平线公司这份保险合同 现在在哪儿 快拿出来 好 大哥 您在购买这份保险的时候 保险公司的营业人员 有没有明确地告诉您 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 你小心 这回点也消不起来了 大哥 这点很重要 关系到这个官司 到底能不能答应 一定要小心 你小心 那天我就扫了一眼那合同 那上面那字太小了 我也认不得几个 楚楚倒是跟我说了一大堆合同上的内容 不过我也没怎么听懂 我心想楚楚还能骗我的钱不成 所以我也就 真的 大哥 打断一下 这个楚楚是什么人 她是我表妹 谁啊 请问秦楚楚女士住这里吗 你好 您好 您是秦楚楚女士 我是 我姓魏 魏武阳 薰大力的笔师 这是我的证件 还有薰大力签署的委托书 没想到我表哥他找律师了 今天中午我看见薰大力跟大娘在快餐店吃盒饭 我这时候也在那儿 听到他们的遭遇决定帮他们上诉 您家住址是薰大力告诉我的 突然到访请您多多原谅 没有 我也特别高兴 感谢您啊 愿意帮助我表哥这么一家 没什么 我是清河县出来的 这次也是兼着县里的法律援助 这是我的工作 是吗 那咱们还老仙呢 你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好 谢谢 请喝水 好 谢谢 魏律师 我能做些什么呀 金女士 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来取证的 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也没意思对吧 请问 在我的当事人循大力 向您购买保险的时候 您是否履行了全部告知义务 简单来说就是您在什么地方 向我的当事人说了什么 别紧张 慢慢想 那天表哥去公司找我 我就带他去公司的小会议室 然后他在楼下等着我上楼拿合同 我拿了四份合同给他 车损险 第三方责任险 车内人员险和驾驶人员险 他就说姿态小了 他看不清楚 然后我就说那不行啊 那你的合约条款 你必须都看啊 要是你不明白的 你可以问我 后来他手里拿的是 是车损险的一份合同 我给他拿的看呢 是那个第三方责任险的合同 然后我还特别跟他说 我说免责条款你必须得看 这万一有什么情况不符合日理赔条件的 人家是出了事人们不给赔的 后来他接了个电话 然后他说急着要走 然后他把四份合约就都签了 他去财款交了钱就走了 也就是说 您只是尽了部分明确告知责任 而并没有在寻大力购买保险的时候 对他说明所有保险条款 对吗 不是 我想跟他解释来着 他不接个电话就走了吗 好 姊小姐 现在地平性保险公司 根据第三方责任件 免责条款第一条 对我的当事人尽决理赔 您真的要确定好 这一条您确实对他讲过吗 还没来得及说呢 有还是没有 请您明确告诉我 没有 好 秦女士 您愿意出庭作证吗 所谓出庭作证 就是把您刚才跟我讲的事实 在法庭上对法官 再原原文本讲一遍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出庭 那会对我表哥这个案子有帮助吗 法律不讲人情 讲的是事实和法理 但您讲的事实 对寻大力一家最大的帮助 我知道 如果您出庭 您有可能会丢到现在的工作 也有可能让您在保险业中无法移 但是您是否出庭 对寻大力一家至关重要 如果我出庭作证 你有百分之一百 胜诉的可能吗 法律上的事情很难说 但您的角色很重要 首先您是这个案件的直接经手人 再者您是被告公司代职人工 您的证词很有分量 您放心 只要您出庭 其余一切交给我 我尽我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我愿意出庭 原来是上院律师受死的魏大律师 有何归干 张经理 我这次来主要就寻大力 宇贵公司的保险合同纠纷 做一个调查续证 请您配合我工作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工作 有法院的许可吗 当然 当然 请您募募 说吧 先我做什么 请问是哪位业务员 负责循达立案的立配 这个案子是小赵负责 不过他现在不在 做完这个案子以后 他去休产假了 你现在找他不太方便吧 前大请您调出 与本案有关的合同元件 我需要复印 真不巧 这合同元件 已经发到我们深圳总部去审计了 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去趟深圳 没有元件复本也可以 这复本也不在我这儿 已经送到我们总公司去复合了 你还不知道吧 为了给寻大力的父亲治病 我们已经提前把这车损的费用拿过来用了 连程序都没走 你说这帮人怎么这么狼心狗肺啊 我们好戏好意帮他们 结果他们倒打一耙出来告我 张经理 请您配合我工作 否则我会如实上报法庭 我怎么没配合你工作啊 我这不一直很积极地配合你吗 我说的都是实情 我们这么大一公司一向是遵纪守法 你别拿法院吓我 好 您不配合也罢 但是我告诉你 我要的证据 只要法院通过 您是藏不了的 你这话怎么说 我有什么好藏的 要这样 我这儿呢 有一份交警出身的试图鉴定单 我可以给你复印一份 省得你说我不配合你 张经理 您这样遮遮掩掩掩 对公司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我提前智慧您一手 贵公司新处处小姐 已经答应出庭做证 做什么证 法庭上见 您倒是一定会知道的 心中 再见 喂 王总 我这儿有点失误 对不起 我开不了这口 我上个月去总公司续职的时候 特意提到了你的业绩 我估计不久的将来 任命你为业务总监的任命 就会下来的 这点我不意外 小盒啊 说几公道话 公司对你还是非常非常器重的 你现在是业务部经理 你的技巧奖金跟业绩 可是细细相关的 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骂蟑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啊 看来王总 对这个案子的分量 还是很清楚的嘛 这个案子闹大了 会影响公司的形象和业绩的 恐怕不止吧 这个案子闹大了 总公司怪罪下来 恐怕王总就把总经理的交易 也是坐不稳了 是 你想让我当睡客 这一点没问题 不过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秦楚楚进来 为公司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凭杨氏的起财险 一单就是几百万了 就凭这一点 你说咱们是不是也应该 对寻大力有所表示啊 好啊 那你说怎么表示法 先把人家的车修好 他们全家还指着这个吃饭呢 这个好商量 寻大力父亲因病欠下的债务 咱们公司 是不是可以帮着还清 小和啊 我们是公司 又不是慈善单位 这么一大笔款子 你让我上哪儿去想办法 那么这样可真难办了 你看 楚楚这两天都没有来上班 这就意味着 她已经下定决心 跟公司在法庭上作对了 楚楚跟她姨父从小就很近 这一次咱们公司见死不救 再加上张晓辉那副德行 估计楚楚啊现在是恨死公司了 你给我短时间 让我想想办法 看这笔款我怎么申请 然后呢 你去看看楚楚 探探她的口风 多为公司呀 说些好的话 我们公司呀 也正在许席那里啊 进行爱心捐款 这样呢 我们带头捐一千块 我一定让我公司的员工啊 有归属感 好好地工作 安心地生活 行 我去试试吧 不过楚楚这人你也清楚 他虽然表面上看着温柔 可是性格倔强得很 他决定的事情 可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所以王总 你要好好想想办法 咱们要以诚意打动他 你说呢 是是是 我先走了 楚楚 好几天都没上班了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是这日子也得照顾啊 是不是 丹娟 跟你说实话吧 我不想看了 你真的打算跟公司 在法庭上对不公堂啊 你都知道了 王美人今天早晨找我谈话了 你表哥找的那个律师 魏舞阳 别看年龄不大 办事还挺利索的 今天上午张罗了区取证 所以啊 把王美人也禁着了 这次姨妈跟表哥 他们算是遇到好人了 这个魏律师要是真的 能替他们主持公道 这就算是高位了姨父的在天之灵了 你姨父这件事 其实我心里真挺难受的 想着咱们上学那会儿 一放暑假 我就老跟着你去他们家 他就老张罗着给咱们买好吃的 吃饭的时候 好吃的好喝的 都退咱们面前 自己一口都舍得吃 都好的一个人 楚楚 有人给你表哥出头 其实我比谁都高兴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一旦踏上了法庭 可能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你是来给王美人当水渴的吧 别劝我了 我都想好了 我都想好了 我是一定要出庭作证的 谁劝都没有 是 是 是王美人叫我来的 可是就算王美人不叫我来 这一趟我也是肯定会来的 我不是为了公司 楚楚 我对公司没那么深的感情 不管你信不信 我来这趟的确是为了你 我听说魏舞阳要替你打这场官司 我就调查了一下他 大学刚毕业 没什么社会经验 出生牛犊不怕虎 可是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公司 跟一个公司打官司 就这么容易啊 就凭他那点正义感 就一定能赢了一场官司 我知道你这回不好过 你一心想着 给你一副出口气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一旦上了法庭 做了不利于公司的陈叔 那公司就容不下你 你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 保监局还要处罚你 就凭这些 无论这场官司你赢了还是输了 整个上河的保险界 就没有你的饭碗了 这些你想过吗 你说你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那魏舞阳一个矛头小伙子 就一定能把这场官司打印啊 我真没想过 我知道 其实我已经跟公司讨好了 我建议你先多休息几天 然后照样去上班 公司不会扣你眼中一分钱 你衣服的医药费和修车的钱 应该会赔偿给你 公司的同事已经自发 给你表格捐款了 就连王美人都拿了一千块钱呢 这七七八八的 也凑了好几万了 这钱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毕竟是实实在在拿到手的 总比把所有的宝 压在一个小伙子身上抢啊 你说呢 陈珍 我知道你是真心真意地为我好 可是自从姨父去世之后 我的心里面我就堵得慌了 为了钱 也是为了做保险 我丢失掉的一些东西 你说我们为了一张宝丹 赶了命似的去奔利酒厂 不管自己身体舒服不舒服 心情高兴不高兴 我们都得赔上一张笑脸 每天大半夜的喝得醉醺醺的回家 那一身的酒气十里滴之外都闻得到 我都不敢进屋去看我儿子 我怕寻找他 你呢 一个礼拜七天 你有几天是清醒着的 是 咱们比别人穿得 时髦得体 光鲜亮丽 这样的也比那些小白领多 有什么用啊 我们搭进去我们的心血 搭进去我们的健康 搭进去我们的名声 你看看那些人 总是对着我们指指点点的 其实外头那些脚舌根子的话 我也都听说过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咱们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啊 要不然怎么办 其实 你不要太在意别人是怎么想的 名声多少钱一件啊 最重要的是 咱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 再说 咱们又没做亏心事 你管别人怎么说呢 我问题是 我并没有觉得我过得好 为了挣这点钱 把全家人的脸面都搭进去了 你也知道的 我婆婆 因为这事没给我什么好脸色看 我老公最近也劝我别干了 我也在想啊 真的真的别为了那一点钱 到最后连自己的家人都看清我 表哥这事吧 我可以不去商厅作证 我可以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去公司上班 可是我骗得了别人 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可以不在乎别人的心 可是 我得摸着我自己的良心过日子啊 我还有颗良心啊 跟你说我心里好说一点 小女啊 你劝我了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我一定会去上庭作证的 因为我不那么去做 我会一辈子瞧不起我自己的 嗯 好 我先走了 不管怎么样 谢谢人儿 见外了的事 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向前行 陈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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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实话告诉我 不是 这怎么了 ?告诉你什么啊 你爱我吗? 哎呦 这还用问吗 你有没有瞧不起我 你有没有觉得 我配不上你 这怎么会呢 我跟你说啊 辰军 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在我这里都是一样的 你明白吗 真的 真的 我怕 我怕连你也瞧不起我 辰军 是不是咱们受什么委屈了 罗军 我们结婚吧 来 辰军 先进屋 来 你们女人哪 就是喜欢胡说乱想 这最近医学研究表面啊 女人的左右半脑的联系啊 要比男人的境遇得多 所以啊 你们女人更容易感情用事 这造物主啊 就是派你们女人来折磨男人的 折磨你那是给你面子 没错 是我的荣幸 你中午又去了泡沫啊 那还能吃什么呀 你老师这个多不健康啊 这样吧 晚饭我来给你做吧 好啊 上回的牛肉还有吧 好像还有啊 那好 那我晚上就给你做一个土豆炖牛肉 再给你上个汤 太好了 我说啊 你做什么我都爱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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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真 家里没有酱油了 你到门口去摆个瓶吧 佳真 我的帅店 是哪里 我全部的话 是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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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 行啊 罗俊 行啊 罗俊 不愧是大学教授啊 一脚能踏四条船 甜言蜜语你还能复制呢 你当初追我的时候 不是说这种事是专门写给我的吗 你知道我说我这种事 我多少天晚上没睡着觉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众多大学书论文吗 你偷看我对贵贵已经很过分 你居然敢找我的电脑 你简直就是一个破釜 罗俊 我问你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 就没准备跟我结婚 结婚 我说何成姐 我说你会不会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 这可能吗 是啊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很好的依靠 外面做的事找去啊 你也不好好想想 就像你这样的人的素质 我能跟你一起共同生活吗 我劝你啊 相信我 别异象天开了 说得好 我真是瞎了眼啊 看上你这么个医官亲手 对了罗俊 我跟你说 我何禅娟最大的能耐就是 我喜欢你的时候 我把你当爷 我要是不喜欢你了 你就是个屁 我已经放你了 呗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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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男人最不能容忍的是 女人身体上得出门 而女人最不能容忍的是 男人精神上的初补 你能了解他多少 你知道他为什么离婚的吗 三条腿的蛤蟆我不了解 两条腿的男人我还不懂呢 就像你这样的人的素质 我能跟你共同生活在一起吗 在一起吗 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 要留给最真爱你的 长俊 你这是怎么了你 宁嫂 你喝酒了你 喝一个 喝什么 你这喝了多少啊你 坐一会吧 你懂的 男人都是王八蛋 好了好了 是不是 再喝加酒 想喝醇的还是加苏打水的 好了好了 再来一瓶 再喝加酒啊 王八蛋 哎呦 哎呦 我说你怎么还没看 你这么沉呢你 哎呦 走了走了啊 其实罗俊说的没错啊 我就是想找一个人 这么靠一靠啊 我好累啊 我就是想找一个人 有伤有亮的 各个日子 我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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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陈娟啊 再回家去啊 回家去啊 回家啊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啊 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个人啊 那么多个日子夜夜的 你都没有收紧 你想找人说话的时候 怎么办 你 想 想哭的时候 怎么办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怎么办 你 你 好 好 我怕 我怕 我没你那么坚强 好 好 妹子 我不像你有頭腦能打算 我就是想著一天天地幹活 我餵飽了彤彤 我再想著下一頓飯的該怎麼辦 日子就是這麼一天天地熬過來的 好了 好了 咱回家去 我沒事 挺好的 還有沒有了 這麼多了 是楚楚嗎 我是寧嫂啊 那個 蟬娟喝醉了 對對對 就在巷子烤呢 沒事 你快來啊 我等你啊 你快來啊 行了 咱回家去好了 挺好的 沒事 我真沒事 這麼多年還不就過來了嗎 淳娟 走 走 咱回家 叔叔 走了 咱們回家 我不走 你別管我 回去 回去 回來了 叔叔 你跟我說實話 你是不是打心眼瞧不起我 你是不是打心眼瞧不起我 淳娟 走 走 咱們回家 走 我再也不是以前的何淳娟了 我也不是什麼煙草菊的少奶奶了 我靠自己的本事賺點錢 還被人瞧不起了 媽 我自以為最大的能耐就是挑男人 可他們一個個都是混蛋 就連你也瞧不起我 沒有 淳娟啊 你再慢慢地幫你找咱們回去吧 你有 你有 你就是瞧不起我 我知道 我知道 走 咱們回家 你 你早就知道我跟羅鈞沒戲 你就是等著看我們的笑話 我說了對不對 沒有 淳娟外面冷 聽話跟我回家好不好 你全都瞧不起我 我不 我不聽話 我不想聽話 我不回去 導播 淳娟 喝點兒水吧 你早點兒回去吧 童童还在家呢 这边我一个人照顾行吗 那我回去了 啊 楚楚啊 刚才产娟说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啊 不往心里去 走去吧 都是你不好 连你也瞧不起我 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呢 我就是瞧不起我自己 都不会瞧不起你 你那么努力 那么坚强 这个家让你照顾得那么好 大人孩子 吃的穿的用的 都是最好的 我知道你不容易 心里怪我 可谁能帮着你撑着这个家呢 我就觉得 觉得我们女人太不容易了 想想当个好妈妈 想当个好老婆 想在职场上 有一份好的职业 怎么就那么难 这边说他们主持人的 帅家 还有 小嫂 小嫂 谁下这雨啊 怎么不进去啊 童童在温惜功课呢 我想让你多学会儿 我一回去了 她就该分心了 那刚好 到我这里坐一下了 不不不 我就在这儿待会儿 你看 这样 前两天啊 楚楚买了一块布料 要我给你做一个外套 坐好了 刚好你来试一下 不是 楚楚怎么没告诉我呢 今天实在是太晚了 我去了太麻烦了 不好意思 哪有什么麻烦呢 街里街坊的 不要不好意思啊 我还要谢谢 你们赏我一口饭吃的 你来试一下 不合适了我好 我帮你改一改 行了 我是这么厌的颜色啊 楚楚说这个颜色 会称得你那个脸色好看呢 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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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也没量我尺寸 你怎么坐得这么合身呢 干我们这行就叫做 眼睛是尺啊 你坐坐 是不是 太晚了吧 我打搅你休息了 不不 没有关系的 你只管在这儿坐好了 你现在回去 不是要影响彤彤学习吗 是 你说吧 现在越是关键的时候 压力越大 彤彤现在吧 学习状况很不稳定 情绪也不会稳定 我挺担心的 这个孩子聪明 他又爱学习 没有问题的 肯定没问题 就是我这些年吧 彤彤一直跟着我吃了不少的苦 我也不能给他提供什么好的条件 我就尽可能的不打扰他 你已经干得够好的了 一个人把孩子带成这样 街坊邻居都说了 高考状元 一定就是彤彤的 放心吧 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 是是是 你不知道吗 我现在只要是一跟他提什么 考试成绩 他就跟我急 还跟我发脾气呢 用不着逼他 这孩子跟别的孩子都不一样的 什么那个用文词讲什么 无需扬编自分题 没有问题的 是是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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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